1月8号上午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从1月7号至10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1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金正恩委闻港举行混务时 双方一致同意通过多种形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和沟通 中朝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 共同为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 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 中朝市友好禁令双方保持高层交往 是两国传统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公开报道 金正恩本次访华是他2019年的第一次出访 他也成为中国在2019年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参考消息援引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说 金正恩本次访华乘坐的是 火车专列大约在1月7号晚上22点15分 经过中国丹东市火车站 火车进站后并未停留 而是直接驶出1月8号上午11点左右 金正恩乘坐的专列驶入北京站值得注意的 是按照朝鲜方面的公开报道 当天是金正恩的35岁生日 从2011年上台执政至今金正恩的生日 一直过得相当低调 既没有依照惯例定为朝鲜公众假日 也少有公开的庆祝活动 唯一的一次高调活动 是在2014年的1月8号 金正恩在平壤接待NBA球星罗德曼 两人在一场篮球友谊赛上 庆祝了生日 当时朝中设首次证实的1月8号 是金正恩的生日 分析指出 今年金正恩首次在生日的时候 出访中国表达的心意 自然也非同寻常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金正恩一年内的第四次访华 回顾前面三次访华 每一次都预示着 有重大事件发生 2018年3月25号 金正恩第一次访华 随后的4月27号 金正恩首次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 2018年5月7号 金正恩第二次访华 随后的6月12号 金正恩首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2018年6月19号 金正恩第三次访华 是金特会刚刚结束美朝新一轮政府间谈判开始之前 如今 朝美正在协商第二次金特会 金正恩此时第四次访华包含的特殊信号不言而语 金正恩本次访华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背景 就是2019年 是中朝建交70周年 去年12月6号到8号 朝鲜外相李永浩访华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 当时双方就约定 共同举办好中朝建交70周年 庆祝活动 巩固传统热议 加强双边合作有媒体注意到 金正恩本次访华为期四天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会前往北京意外的地方进行参观 考察 2018年4月 朝鲜已宣布将国家建设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方面外界预计 中朝今后将在经济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 明日准备